菲律宾各级学校在13号开始新的学期 但是因为疫情肆虐 学生已经500多天无法到校上课 许多学生和家长他们走上街头 要求政府在兼顾防疫需求之下 重新开放实体课程 由于菲律宾总统杜特第7月在国情咨文中 曾经承诺在严峻的疫情之下 政府仍然将会持续提供优质教育 但是因为远距教学的品质勘率 长期没有办法到校上课 将会严重影响到学生的竞争力 菲律宾多个团体就呼吁 希望政府立即开放疫情低风险地区的学生 可以到校上课 以保障学生们的学习权利 阿埃西亚政府在13号与主要反对党希望联盟 签署了一项跨党派备忘录 这是为了在对抗疫情之际 确保政治稳定 并保护民众生命安全以及生计 马来西亚新任首相 伊斯麦·沙比利表示 这一项备忘录含有团结一致的精神 而为了确保政治稳定 马来西亚预计至少在一年之内 不会进行大选投票改选议会 这也是马来西亚独立以来 政府首次与反对党达成了合作协议 国际大头条来看到西非国家 耐吉利亚监狱发言人表示 12号晚上有多名全副武装的枪手 他们冲进了科吉州的一座监狱 并一口气释放了240名的囚犯 目前枪手的身份还没有确认 当时有多名攻击者与武装警卫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而这一所监狱关押294名的囚犯 其中包括224名还没有受审的嫌疑犯 其实在内吉利亚劫狱事件并不罕见 其实在今年的4月5号 伊莫州的奥威瑞监狱 也遭到帮派分子以爆破装置来攻击 当时是造成超过1800名的囚犯脱逃 也成为最重大的逃狱案之一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静和 台湾in or out 每周四晚间8点58分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洞 我们下期见